大家好,我们今天再剪一个西环网 西环网主要用于热毒、雍治所制的雍居丁毒、罗利、癌肿、流柱 那什么叫流柱呢?流柱是个中医病名 它是发生在肌肉生部的转移性、多发性浓肿 为表现的全身性、感染性疾病 相当于是西医的浓血症、肌肉生部浓肿 一口我们仅做了解一下就行 我们重点看西环网 针对这些疾病呢 西环网可以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散什么结呢? 就散这些罗利、癌肿、流柱这些 那西环网它为什么有这些作用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成分 我们就可以知道 首先它有人工牛黄、还有色香 色香、牛黄这些都是非常贵重的一些中药 此外还有质乳香和质默药 牛黄在这里的作用呢 主要是清热解毒 当然牛黄还有其他作用 但是体现在这里呢 主要是它的清热解毒的作用 然后我们的色香呢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它可以活血化瘀 乳香、默药 这个可以消肿止痛 也可以活血化瘀 消肿止痛 这些药后面我们都会讲到 因为这个结嘛 结需要散 那散呢就需要活血 所以我们配了乳香、默药 还有这个色香 活血、散瘀 包肿止痛 然后配上牛黄 清热解毒 因为它毕竟是有热毒用质 所造成的嘛 这个方式呢 是孕妇要记用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活血药了 在运动员也盛用 因为它有色香、默荒这些啊 是色香 它可以引起兴奋 现在呢 用于各种肿瘤癌症的治疗 以及辅助治疗 改善中往期肿瘤患者的 临床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那细化碗呢 这块我想说一下啊 我讲这些呢 所有的这个药啊 都是作为一个中药的科普作品 不作为临床的参考 大家充当娱乐啊 大家看到我的视频呢 千万不要随便用药啊 不要自己给自己 自己给自己对症 乱用一些药物 这个千万不要 我们这个中医呢 简就辨证弄痣 当是症用是药 你得有鲜硬的症候 你才能用鲜硬的药物 所以自己不要随便用药 如果你想用中药的话 一定要看中医 在中医的辩证弄痣指导下 正确的使用一些药物 不要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随便用药 在这里我郑重声明 我的作品仅作为中药的一个科普 不作为临床的一个指导 好 喜欢我呢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下期我们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